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的MoneySYZ2022年的第一期视频,我是Ray 那熟悉我频道的观众都知道我去年投资了一套Airbnb度假屋 那我做过买房,什么装修,创业,以及头一两个月运营的一些分享视频 那很多观众也是通过这些视频才关注到我的 那现在2021年结束了,那由于这个报税的需要呢 准备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数据 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这个视频呢会分成两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具体的一些运营数据上的一些分享 那我这个数据呢是比较的nerdy,比较的多 但是我相信你也很难从其他的up主那里获得这些详细的数据 所以如果你对Airbnb感兴趣,那你就来对了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做一个新的Airbnb的host 这大半年来我所学到了一些心得吧 那做这个视频的最主要目的其实还是为自己做的 我想非常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去审视一下 过去这大半年的自己的一些表现 以及验证一下自己当初对这个投资的一些预判是否是合理正确的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OK,那这是Airbnb后台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能看到我是从2021年的6月的中旬 其实是从6月15号才真正开始运营 一直到这个年底的一个情况 那总共这6个半月的时间呢 总共卖出去了32,000多加币 那下面是这些paidout的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我在这里不用详细的解释 因为当然我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总表 那我先首先来判断一下 就是我的表现跟我类似的这些邻居们的表现 对比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在这个Airbnb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比较的工具的 那首先我们去occupancy and rate里面去看 那occupancy rate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空房率或者住房率了 那我把这个时间呢调成我们的目标的区间 这段时间 那我能看到我的这个occupancy rate是57.2% 那跟我的这个similarlistings 就是我的这些跟我类似的这些listings相比呢 我是比他们要low的 要低6%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这里有个曲线 黑色呢就是我的表现 那灰色的就是我这些类似的 所谓竞争对手的一些表现吧 那这个比他们略低呢 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毕竟我是新手 我也不是什么superhost的当时 那待会回去详细分析 那这是occupancy rate 那我们去看一下每天的租金的一个情况 每天租金情况 同样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改成我们的目标区间 这个区间 那我们能看到呢 我的这个平均的每晚的这个price呢 是307加币 那跟我的所谓竞争对手比起来呢 我是要比他们在每个时间段都是要高的 平均高46块8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的occupancy rate比不了我的竞争对手 但是我的这个价格比竞争对手高 所以整体下来可以做出判断 就是表现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Airbnb后台这个数据呢 并不能给出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些判断 那我自己呢 因为自己做自己的会计 自己的这个bookkeeping 所以我的数据会比较详细 那我们现在去会计软件当中去看一下 那首先呢 咱们先看一下 就是去年一整年 我的一个运营上财务的一个表现吧 那注意 我真正开始运营是从6月15日才开始 但是这个表呢 算是整个全年 那里面包含了我最初装修的这些费用 和initial setup的这些费用 那整体看下来就是 所谓的booking revenue 就是31,169加币 那这个是不含税的 税是单独计算的 那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纯的booking revenue 从客人那儿收来的钱 然后这所有的expenses呢 是47,639 那怎么会那么多呢 因为有第一装修 第二呢就是initial setup 就买那些乱一八糟这些东西 总共下来这么多钱 那净利润呢 就是负的16,403加币 也就是说是赔钱的 但是这个表呢 它存在一个问题 它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 在常规情况下 就是在你初始阶段过去之后 正常运营情况下的一个财务上的表现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表格呢 又重新做了一份 那待会我们去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现金的一个情况吧 我的现金情况就是这个cash flow 也是从这个整个去年来说 从去年来说呢 cash flow是付的15,940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不熟悉cash flow的同学呢 不是同学了 朋友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总共呢 作为一个owner business owner 我去年一年是我往里投入了40,623这么多加币 OK 那最后我还剩多少钱呢 我剩24,683加币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中间 经过我这个Airbnb的运营里面赚钱 然后又出钱等等 最后我实际上我相当于我这一年 我花了15,940加币 也就是说没有回本呗 就是我投入了4万多加币 但并没有完全回本 但其实这样来看呢 也并不是特别合理 因为同样的 你的装修费用和initial setup费用 并不能反映你正常运营的一个情况 而且他们这些费用 就是装修和initial setup 它跟你的房子value等等都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想真正判断 你的运营的一个情况呢 是应该去具体看 正式开始运营到去年年底的这个阶段 就是从6月15日到12月31日 那我们看这个表 那就是从6月15日到December 31日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财务上的一个表现 那booking revenue还是刚才那个数字 那expenses是我们值得看的 那这些expenses就除了最早的装修的那些乱八道费用 那就是13658 那最后的这个纯利润呢 就是这大半年的时间是17576.9亿 所以如果只是纯粹的运营的话 那这个生意是肯定是赚钱的 但是这个赚钱到底是跟pandemic之前比是什么样的 以及跟我自己的预期比是什么样的呢 那这个表不能得出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结论 那我做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刚才一个表格的一个详细的一个breakdown 那我们其实能够去看到呢 就简单说一下这些数据 是每个月从6月份一直到这个12月份 每个月我的这些booking revenue 以及各种expenses的这些具体的一个情况 那很明显能看到 每个哪个月它支出的多 哪个月支出的少 那感兴趣的朋友 你现在可以去截评 然后你仔细去判断一下 那我这里就不去详细的说了 那我们看最后这一列呢 就是刚才那个得出的 我真正开始运营 从6月15到年底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因为它这些expenses呢 里面有些expenses是全年的 因为可能就是银行charge的问题 你比如说地税 它地税是后半年才开始收 收我整个一整年的 所以这半年里收了一年的地税 包括的保险也是 所以我做了一个简单一个调整 那真实的一个数据呢 能够反映运营的profit的一个数据 就是这个2051 也就是六个半月的时间 真正赚了这么多钱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做出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分析吧 那首先呢 我把这个分析呢 分成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表现 就是去年这6.5个月的表现 然后呢 同2019年的水平来经营比较 那2019年就是pandemic之前的一个水平比较 那这个数据呢 是我经过行业的一些考察 这个行业的数据 以及我认识的人 他的真实的经营数据的一个总结 以及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数据 来做一个反推的一个结论吧 那这个数字呢 还是比较的保守的 OK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那我的这个booking revenue 这么多 这么多 然后我总共book出去 112天 那从6月中旬一直到年底呢 总共是199天的时间 那有87天没有book出去 所以我的这个occupancy rate是56% 那同这个行业去比较的话 我查了这个Alberta 整个省的这个tourism的一些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呢 参考性有多少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跟它比较起来 还是比不了这个2019年 pandemic之前的这个情况 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事情了 那average day rate 那在这个hospitality 就这个或者tourism 这个行业里面来计算呢 它就你每天的平均的价格呢 它是你的这个revenue 出于你所有的天数 OK 不是说只是你book出去的这个天数 那得到数据是156.63 那我通过这个Alberta旅游局的这个数据呢 是pandemic之前水平是211.16 那显然离这个pandemic还差很多 那如果按照Airbnb自己的算法 那就是你租出去的这个日子 OK 它的这个平均的房价是多少钱 那就是278.3 那总共呢 我是租出去的35个客人 或者35波客人 那其中呢 有18天 OK 这不是18个 是18天 是租给了国际游客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 因为在我的这个区域呢 在往年呃 有一半的这个时间 50%的这个日子是租给国际游客的 那国际游客有什么好处呢 国际游客就是他付的这个价格 要比这个本地的客人要高 那有统计就是大概15%到20%的这么一个差别 那今年来说呢 就是18天租给了这个外国人 就外国游客 然后总共有199天的这个运营时间嘛 所以它的这个 总共 哦 sorry 总共是有112天租出去了嘛 所以总共是16% 租给了国际的旅客 离这个目标50%还差很多 那这就是一个今年的和呃 Pandemic之前的一个一个比较 但是这只是一个6.5个月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希望看全年的一个比较 所以呢 我做了一个估算 这6.5个月大概是我全年的70%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如果我去把它呃平均到一整年的话 那就能得出2021年 我的全年的这个booking revenue 应该有44000多加币 那整个一年的这个呃 expense应该是2万多加币 那拿到我这个手上的这个纯利润呢 应该是24100多加币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跟2019年Pandemic之前比 按照他之前那个情况来预计的话 那全年的这个booking revenue 应该是在6万多加币 那实际上我得到的真实数据 就是我的这些朋友在这里运营的 之前头几年的这个数据呢 大概就是6万到8万 或者说5万到8万之间的这么一个数据 那根据你的房型啊地点等等 会有些区别 那6万多呢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算吧 那我们就拿保守来估算了 就不要让自己这个期待值太高 那全年的这个expense呢 我就让他是打平的 就跟因为这些expense 实际上在Pandemic期间呢 会比平时的时候贵一些 但是我们就不那样去计算 就假设他是一样的 那全年的这个利润呢 拿到手应该有4万2000加币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表现吧 那其实这个财务显然是 没有就是正常的时候好的 甚至都没有我原来对他的预期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分析了有这几点吧 这些challenge 那第一就Pandemic 那就不用说了 国际友人少了 然后呢费率降低了 然后同样国内游客也少了 那现在又是各种变种 时不时就又要封城或怎么样 所以影响会很大 同样的就成本也会上升 那第二呢就是因为我是New Host 在头三个月的时候 从六七八九 这四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是New Host 我并没有这个所谓的Super Host 这个荣誉或者这个Award 那没有Super Host这个身份呢 就代表你的这个Listing 并不会经常被别人搜到 他并会把你排到前面 同样的客人在选择的时候 他们会去选择这个Super Host 这些房源 因为这些房源都是代表 优质服务的好的房源嘛 但是从这个九月份以后 那我就被评上了这个Super Host 那我的这个平均评分到现在 是4.94这个样子 还是挺不错的 那到了这个今年2022年的 这个第一个季度 我依然是Super Host 那这个会对我未来一年的 booking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Trial Line Era 就是同样是新Host 你要学很多东西 你也会犯很多错 那这些呢都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成本 那同样的这个Initial Setup 你刚开始Setup 虽然说我在6月份之前完成了这个装修 以及一些乱七八糟买这些东西的准备 但实际上在后期呢 也依然是有些发现有些东西没有 还得去补啊 你比如说这个supply就是买什么卫生纸啊 毛巾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实际上真正运营的正常情况下 一个月就是200多加币左右 250加币左右 但是我能看到就是6月份 这个是1500多 然后12月份时候是540多 那这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有些东西没有买齐 这时候临时去买的 所以就导致这个supply这个水平呢 会比较高一些 但真正运营的时候 我的预计就是在250左右 所以去统计这些数据呢 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那下面这一个呢 就是frozen pipe 或者说就是你的房子出现状况的时候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 那我今年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圣诞节期间呢 我的一个房子突然没有 就是厨房这个区域是没有水了 我其他的房间都是有水的 但只有这个厨房没有水 那后来判断的就是说 这个水管被冻住了 但是它冻住的原因 不是在我房子里冻住 我房子没有问题 而是这个公共区间呢 它那个水管经过一个地方 离这个外墙比较近 那里面它的这个保温层做的不够 所以想解决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在外墙那打个洞 然后往里喷点那种泡沫 加点insulation 然后最后封起来 就可以 但是呢 由于我们遇到这个极寒的天气 零下35度 整个我们那个区域呢 出问题的非常多 那可有更惨的 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 所以当地的这个水管公司呢 就是根本就忙不过来 根本就不能schedule一个人 去那里去修理 所以就会耽误我 这个租房的这个情况 导致呢 我估算一下 我12月份的时候 我的损失在3000加币这样 那现在这个房子呢 是就天暖和了这个水 水管自然的解冻了 也没有去爆炸 就来水了 但是我们应该在下个月的时候 就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 非常好解决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找不到水管工 因为遗留问题 就其他地方的问题太多了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 一旦出问题 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收入 而且在最糟糕的时候 比如圣诞节 这种节假日的时候 房价很高 但是呢 你所有的这个水管公司也好 还是还有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好 他们都不上班 你什么人都找不到 我26号的晚上 零下35度开车 跑到那里去给客人去送水去 说起来就是很心酸的一件事情 那待会儿我会去具体讲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challenge吧 那总共这2021年 虽然我干6.5个月 我们就算是全年吧 那做一个新的Airbnbhost 我学到了那些东西呢 那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下面是我总结的这几点 那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去投资 离你比较远的Airbnb的这种房产 那我知道看我的视频的很多观众 来自于这个加拿大的什么 多伦多安省啊 等其他的这些地方 都有兴趣在这里投资这个Airbnb 我也知道很多人已经联系了 我的这个realtor去看房 但是最后都没有买成 原因有种种吧 但是我的经验就是 我强烈不建议你在别的地方 就是跨越千山万水去遥控 操作一个Airbnb的这么一个运营 这个东西能够做得到吗 肯定有人能做得到 在有些市场是可以做到 但是至少在我这个市场 我不认为在我们省之外的人 是能够去操作的 原因很简单 我离我的这个房子呢 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的这个车程 那我开的还是电动车 这个费用呢 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但是即使是这样 有些问题 有出问题的时候 也是需要去跑一趟 也是要去花时间的 经常会感到 因为我跟他不在同一个城市 或者说就是不是邻居的这个状态 我不能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都需要去消耗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如果中间我赶上了 比如说天气不好啊 或者说车坏了啊 或者等等一些突发情况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struggle的一些问题 而且你的房子出现什么状况啊 等等 你离得远 你就是不方便 那以前我是不这么认为 我因为我做这种实体的这种business 不能说很少 几乎是没有 我以前只做过学校 那学校的运营跟这个运营 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但后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网上 我很少跟这个现实世界去打交道 那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跟现实世界打交道 那我真正的就是体会到了 这种距离会给你带来这种challenge 尤其像这种租房子这种 那具体说起来这细节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非常不建议你去跨越千山万水 去搞这个Airbnb 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你在 OK在美国你可以遥控 你去泰国去买一个这个 这个别墅去做Airbnb 因为我看很多这个泰国的这个博主 讲他们那边租房的这个情况 我原来也想过 但是我做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是不会去考虑去跨国 或者跨省去操作这个事情 这个非常的不现实 那第二点呢就是cleaning is the bottleneck 就是我原来以为找一个人去打扫卫生呢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是 应该说是我运营这个Airbnb 最困难的一个事情 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就是pandemic期间呢 你很难找到靠谱的这个清洁工 他们价格很贵 而关键是你很难找到这个靠谱的这个清洁工 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是质量是很 我中间有找过这个清洁工 但是做的都没有我就是我目标的那种质量 他们是达不到的 因为我是想当superhost 我不希望在这个上面出问题 但是他们经常会犯那些很低级的错误 你比如说窗底下不去打扫 OK有一次我发现这个窗底下有宽水瓶子 比如说它这个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它把我的这个窗户打开好几天这样一直开着 进去之后呢 客人都会感到四次发抖 这都是我提前发现的 甚至还有一些很愚蠢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那个家具都是反着方案等等 这个槽点实在是太多了 你突然会发现 你跟人打交道是一件就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 你的标准 你的做事的这个习惯跟另外一个人 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很难说让另外一个人达到就是你所满意的这种标准 那其实你这个推广到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的 那我也开过公司 我也雇过员工 我是知道就是你想找一个真正的好的员工 是有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同样在这个清洁上也是 所以这一年下来 大多数还是我自己在打扫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 这一年我也不出于旅游 也没有地方去旅游 对吧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工作 我都是就是我就是社会闲散人员 天天就在家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花点时间 我听一些什么podcast 听一些有声书 然后再去打扫 就像锻炼身体一样 对我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浪费 但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那等以后 OK 假设pandemic结束了 我们能自由的那一天 那我不可能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把我绑在这里 我是需要把它给雇佣给别人的 所以呢 我现在又有几个备选的清洁工 我都会去挨个的去尝试一下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清洁所带来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整个Airbnb这套系统的 你是非常依靠你的这个review的 就是你的评分高 那你客人肯定会去选择你 那最容易影响你评分的 就是这个clean OK 因为也是最容易被客人发现的 客人建议看 微博炉里面还有食物 冰箱里很脏 地上都乱七八糟的 那肯定会给你差评 而且还会让你去退款 所以这一点你会发现 会让你很焦躁 就是它不是 就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卫生 它不是你能够百分之百 control的一个点 而这个点又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是我当时没有预判到的 可能是因为原来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有过生活经验 那中国的这些工作人员 它各方面素质都是很好的 但是到这边 anyway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卖方的一个市场了 不是我们这些买方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是cleaning 那如果你想去做Airbnb 一定要提前调查好 你这个区域 这个cleaning 这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 less work than expected 就是实际上做Airbnb的工作 并没有那么多 前提是不出问题的时候 OK 基本上客人来的时候 就是OK 很多客人都不会咨询你 直接就book了 然后你就打上招呼 谢谢你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发一个checking instruction 然后呢 客人住的长的时候呢 你就中间去问一下 就是怎么怎么样啊 一般来说客人都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check out 你提醒一下 然后最后你要一下这个review 就这么点 那加起来 可能一个客人你的身上 你真正去花 你去就打字的这个时间 超过十分钟 所以真正工作没有那么多 那cleaning呢 就是一份所谓大的工作 那如果你外包出去的话 那真的真的 这个生意我认为 还是很简单的 没有太多这种 这种麻烦的事情 并不像很多人想的 跟租客打交道 有多麻烦 那我觉得那是实际上是给自己 就自己去吓自己 其实非常非常easy 非常的工作量少 但是当事情出现的时候 就是我吓一条 when shit hits the fan 对吧 那就是非常crazy 非常stressful 尤其是你第一年做 你是新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像我对这个房子呀 对这乱猫的东西 就是白痴一样 其实我这种知识 现实世界这种知识 是非常少的 这是我第一次 去真正操作这些事情 所以遇到问题 就会非常的crazy 非常stressful 而且因为你想 把这个事情做好嘛 所以你这个情绪啊 各方面都会有 比正常情况下 更强烈的一些反应吧 所以你去投资这个Airbnb 一定要去预先考虑到 你这个房子可能会出这个问题 它出问题的概率有多大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提前预判 或者说出问题的时候 你能够去解决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下面一点呢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作为一个Airbnb的host 一个房东来说 或者说任何服务业的 这个从业人员来说 你的这个mentality 就是你的心态 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同样一件事情 完全看你是怎么去看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跟房客打交道 他提的每个要求 都是无理的 OK 你都会觉得非常annoyed 那这个时候这个事情 你会得出一个结论 不适合你 那有些人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所谓的心比较大 就有什么事 他不叫事 OK 有天大的事 对他说 OK No big deal 他就去解决了 那做这个Airbnb生意 交给我的就是 OK 我怎么去提高我的这种心态 改变我的这种心态 那刚才说了 我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服务业 这是我真正第一次做这种服务业 所以很多时候呢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房子 你容易become personal 就是把它个人化 你比如客人 对你这个提出问题了 你可能会觉得 对你自己造成了冒犯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玩命的去弄这个东西 我自己去打扫 我想的尽善尽美 怎么你会因为这个问题 去来找我麻烦呢 对吧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OK 那我们人都有这种倾向 都会变得personal 那实际上 你换成你客人这个角度来说 你就是去住店的 你不会去想那么多 你也不会去真正去care 或者说去 去针对你的那个房东 会怎么样 你只是遇到问题 你可能会去提 你比如有的 有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客人呢 他住店的习惯不是很好 他用的东西会很多 弄的地方会很乱很脏 这种客人叫做 high maintenance guests 对吧 那如果你personal 你会觉得 这些人不尊敬我 但是要如果你能考虑到 他的这种文化的背景的话 人家就是住店的 OK 你比如说我原来在中国 那住店的时候 那经常就是 每天都会有人去 给你换新的床单 那我现在坐Airbnb 那有中国的客人来的话 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expectation 但是在这里面 他不是这样的 那如果客人有这样的要求 或者说他把东西弄得比较脏乱 所有东西都用上了 你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变得personal 觉得是在针对你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吧 其实我之前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 就是因为我做photography生意 有一个coach 他说过 他说你一定要训练自己 How to feel about it What to feel 当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真的是很有道理 他说how to feel 就是说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决定 你要如何去感受这个事情 而不是直接去感受 因为我们人是这样的 遇到一件事情 你会第一去感受 OK 这是对我的冒犯 这对我不尊敬 他在找我麻烦 等等等等 你会有很多negative 或有overreactive的 但如果你有这个mentality 就是我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提醒自己 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去感觉 OK 你这个感觉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 当你能够去决定这个感觉的时候 同样一个事情 在这个人的眼里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在你的眼里可能就是一个非常small的一个事情 那这是我这做了这大半年的Airbnb 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吧 就是我的mentality 也是在积极的在调整自己怎么去变化 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兴致冲冲 OK 对客人期待值很高 到有这个frustration 到了后面慢慢的就是接受 然后慢慢的就是调整自己心态 到现在我就觉得这个生意 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easy的 客人的什么要求对我来说 都有一个solution every problem has a solution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solution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的情绪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 那这是我想说的就是做任何行业吧 这种mentality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观众说 这个投资房地产不适合我 我不愿意去跟房东打这个房科打交道 去今天去修正了 半夜给我打电话 这个出问题或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行业 或者说这个服务业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去做医生 你去做护士 OK 你去做比如说做那plumbing company 你都会有这种事情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 所遇到的这个难的事情 你很难说 OK 这个行业就一定比这个行业更糟糕 它这个区别你很难客观说的 但是你唯一能够区分的 就是你个人 说白了就是你这个人心大不够大 OK 你够不够成熟 你的心态够不够稳 你能不能够去成得下多大的事情 这个是你能够控制的 那你能控制这一点 能调整这一点的话 再去判断具体哪个行业 是不是你能做的 而不是所谓的适不适合你 这是我想说的很重要的一点 那下一点呢 就是我想说Airbnb的服务呢 我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有过几次的打交道 他们给我感觉就是想的很周到 对我们这个host的支持也非常好 而且这个网站呢 这一年的更新啊 包括他一些具体的服务的 这些调整呢都是很人性化 我举一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新年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房东最担心的 就是那些来搞party的 那搞party这些人往往是小年轻 OK 是新人 他没有在Airbnb上租过房子的 他可能和很多人 他只租一个晚上 就是新年那个晚上 那这些人 你很容易判断出 他可能就是来搞party的 那一旦搞一下party 你这个房子可能就被霍霍的 就给你带了很大的一个成本 非常头疼一件事情 所以Airbnb呢 他在今年就里面做出一个改善 就是如果他发现有类似这样的人 OK 他只租一晚上 他有很多人 他过去没有过评价 他直接就block 就不让这个人去租 那今年我就遇到这个事情 有新人 七个人去租我的房子 他是租两个晚上 但即使这样呢 也被Airbnb直接给block掉了 最后我这个时间是租给了比较 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客户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Airbnb服务呢 因为我之前做过视频 就是关于Airbnb的股票值不值得投资 我对这个公司也是一直有关注的 那虽然说他的这个服务很好 但是对我来说依然不值得我去投资 他的股价对我来说还是太高了 那我们再看吧 看他们有什么更多的 能够推出更高利润的一些服务类的 这种产品 以及他的这个expense structure 有没有优化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Airbnb我还是很满意的 对这个平台 那另外一些收获呢 就是具体Airbnb的一些 操作上的一些小技巧吧 那这里就不去详细的说了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大家去具体的分享一下 我是我学到哪些 能够提高你的这个booking rate的这些方法吧 那最后一点呢 我就想说这个personal growth 那整体 这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生活最大的 其实就是我这个personal growth 不是那些所谓的钱 虽然说从财务上来看 我是所谓赔了一万多一些 那我的房子是涨价涨回来了 真正我要去卖的话 我这些钱是不会赔的 从运营上角度来说呢 我是赚钱的 那这些东西倒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我做了一个 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了解了去做一个房东 去操作一个airbnb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这样就能够去帮助我 在未来我再去操作这个房地产 这方面的投资的时候 我会考虑的一些东西 我会比以前更成熟 那我通过这半年的这个训练 我的这个mentality 刚才提到我的心态 对吧 我的成熟度 我对这个待人处事 以及对危机的这些处理 等等吧 这些方面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 pandemic期间 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做 那这个事情 我会继续的做下去 那到了明年的时候呢 我会再去跟大家 去分享一下这个数据 那明年或者今年 今年这个2022年 那我对它有一个什么projection呢 这个很难说了 对吧 现在Omicron又来了 现在整个加拿大的 它的这个数字 也是在玩命的涨 但是并没有去所谓的封城 至少我们这个地方没有 但它肯定是有影响的 而且国际旅客就不要去想了 那重点就是看今年 到了四五月的时候 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是怎么样 那如果四五月的时候 这个全球疫情 能够去开放边境 大家都能够去比较自由的旅游 就像去年夏天时候呢 那今年的表现 我认为应该是 会优于我去年的表现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这些数字了 就是我这个projection OK 这今年的一年的这个estimate 以及pandemic之前就绿色这个estimate 那我今年的这个目标 那如果能够比我的这个黄色的要多 比这个绿色的要低 在这个区间呢 那就是我很满意的一个目标了吧 那如果它能达到绿色 甚至超过的话 那就只能说老天开眼 这个疫情彻底的散去了 那就不光我这个生意 那大家所有的生意都可能去发财 那这也是我给大家新年的祝福吧 那希望看我频道的观众呢 在2022年大家都能够去发财 OK 那这就是本期的一个视频了 那如果你从这个视频里 有获得一些对你有用的信心的话 就一定要去给这视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